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仲晨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话题 我很喜欢看烹饪的节目 当然我看烹饪的节目主要是做面食 其他做的那些山山海味 对我来讲没什么兴趣 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离得太远 你说要处理一只鸡 一只鸭或者一只羊 或者是一只牛 或者是乃至于一只鱼 它要很大的处理空间 还有就是鱼 你刮了鱼鳞啊什么 处理完之后 你手上都是鱼腥味 而且处理这些鳞片啊什么 都会造成厨房的那个卫生的问题 所以我这些东西我都在外面吃 我不会浪费时间 只有一个面食 而且面食中有很多种 我特别喜欢吃面食 因此我就看到那个世界各国人做面食 结果我就发现到 之前我已经讲过 最近我又看到 看到好多啊 因为它有的是因为不知道是东欧还是哪里的人 乃至俄国吧 风味食品嘛 我发现到越是欧洲的人的那个面食 越是尽量 你可以看欣赏 但是你连做你尝试的那个机会 你都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最害怕的就是什么 山高嘛 所谓山高就是什么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这三个山高是怎么样造成的 跟饮食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你的食物里面有什么 有高糖 还有奶油 就是高油脂还有高热量 另外还有一个太咸的东西 就是盐分过高 这四项东西都在饮食里面 刚好你去看看那些影片都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的人为什么会得这些山高的病 其实跟什么 你刚刚讲的这些高血糖 这些糖类 油脂还有热量这些东西 那是运动员适合的 你可以想想看 它一条奶油 它就做个面包 就用一条奶油 我说那一条奶油 我一个人每天要吃这个烤面包的时候 我糊在面包上面 那一条奶油我用一个月可能都用不完 我们用的要很低的油脂 那因此你 而且从小 我父亲先父的医生西医 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如果吃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消耗 要燃烧掉 燃烧要代谢 就叫什么 要运动 转化成肌肉 否则的话 你看那些肥子的什么 就是静的热量太高 它没有消耗掉 因此就累积在身体 累积在皮下变得很肥 之后就产生病态 那最后一点就是 我觉得最扯的就是 我自己看到那些